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妍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黑道混混爱上欠债女人 看笨拙大叔融合追求女孩的电影 当男人恋爱时 年近40的太义是个混混 没有老婆,没有房子 寄宿在自己哥哥家里 以高利贷讨债为生 讨债的人五花八门 赌博的律师借口满满的商铺老板 但这些人都难不倒太义 不过他虽然干着讨债的活计 为人却还是很有底线的 收债时会给孩子留下补课费 用他的话来说 学习不能耽误了 这天老板又给他派了一单大活 欠债人昏迷不醒 躺在病床上 只有他的女儿在伺候他 这可为收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虽然欠债人的女儿婷婷长相清纯 可太义并不手软 用老人当作威胁 逼着婷婷在签条上签字按了手印 看着被逼无奈的婷婷 太义春心懵动了 这天存钱时 在路边偶然看到了婷婷 一路违行到了晚上 发现她竟然有卖肾还债的想法 太义没忍住拦住了婷婷 提出想一起喝一杯 婷婷虽然不愿意 但迫于担心被同事发现 还是答应了 她告诉婷婷 失去肾的危害 却被婷婷误以为 她在威胁自己还钱 本就对太义印象不好 这下更是雪上加霜了 太义的父亲是公车司机 看着儿子天天像该溜子似的 也忍不住对她数落一分 太义敷衍了几句后 在医院下车 来到病房找到了婷婷 想解除上次的误会 并提出想帮婷婷的忙 可惜婷婷并不领情 情商地下太义想到了一个办法 回到公司翻出了婷婷的欠条 告诉老板 这个债自己要去收 共事这么久 老板看出了她的小心思 免去了利息 只要求她要回本金即可 晚上回到家 太义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 一心研究怎么泡到婷婷 思索许久后 太义充满智慧的眼睛亮起了光芒 夜里拿着夜宵来到医院 约出婷婷后直奔主题 掏出一张画着方框的纸告诉婷婷 只要每天和自己见面一小时 就在一个方框涂上颜色 等到方框都涂满后 欠条就还给婷婷 然后留下一张名片转身离开 婷婷思考许久 还是拨通了太义电话 提出要求只能聊天散步 不能有过激的行为 太义找到了自己经常光顾的炮友 在确认了自己对婷婷的感情后来到医院 同意了婷婷的条件 但偶尔要一起吃饭喝酒 太义很上心 每天见面前都要打扮一番 吃饭就点一桌子菜 还会给工作的婷婷送爱心餐 偶尔会去医院看望婷婷的父亲 端食端鸟擦身子毫不嫌弃 看着这略带幼稚的大男孩 婷婷也逐渐放下了成见 对太义的态度有所缓和 二人走在路上 还真挺像一对情侣 当然她也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 在一次菜市场的收债任务中 手下小弟对菜市场老板大打出手 太义制止了粗鲁的手下 却也展示了稍显残暴的一面 婷婷把这一幕看在了眼里 回到医院 发现太义把父亲带到了天台 正拿着本漫画书给她讲故事 婷婷又急又气 直接推走父亲 并告诉太义 不要再来找自己了 太义一脸懵逼 却还是忍住了脾气 直接了当告诉婷婷 我爱你 得到答案却是合约作废 婷婷说自己会想办法还钱 太义又找到了炮友 张口就是我爱你 还问她有什么感觉 女技师也没惯着她 别谈感情 伤钱 回到公司得到一个消息 婷婷父亲去世了 太义马不停蹄的赶到现场 看到只有婷婷自己坐在墙边 父亲去世 本就给她带来很大的打击 现在孤身一人 心中更是无比凄凉 太义见状先是祭拜了死者 然后开始操办葬礼 前来吊咽的就有菜市场老板 婷婷这才知道 太义表面上态度残暴 实际上是在帮老板保住摊位 这个混混其实也有分转的一面 越来越多人前来吊咽 几乎都是太义收过债的人 大多数人都是以为她是死者的女婿 婷婷的父亲在太义的安排下 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葬礼 一系列的事情下来 婷婷的内心逐渐被太义误暖 看着面前的男人 她做出决定 主动提出了交往 年到四十日的太义 可算迎来了初恋 二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日子无比甜蜜 晚上婷婷心血来潮 想要去爬月明山 劳了一天的太义自然是拒绝了 随后舔狗似的进屋拿出了一条围巾 晚上走山路 冷 转过身放了一个响屁 还舔着脸解释道 这是表达爱义的特殊方式 来到山顶 婷婷搂着太义 想让她放弃讨债的工作 可以和自己开个炸鸡店 因为太义很喜欢吃炸鸡嘛 随后再有一个孩子 快快乐乐乐的生活下去 说干就干 太义次日就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老板知道太义没攒下什么钱 给她最后一个任务 想让她做完之后再隐退 但太义只是答应会解决掉手里的事 急急忙忙来到了牧师家收债 好不容易逼迫她打开了保险箱 太义却倒在地上开始抽搐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饶肿瘤 治疗费用可谓是天价 太义并没有将此事告诉婷婷 因为这个女人还在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可惜天不随人愿 他们看中的炸鸡店门脸 租金很贵 目前的积血根本无法承担 眼见婷婷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太义想完成她的炸鸡店梦想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接下老板说的那单生意 拿着所有的三千万韩元的积血 交给了老板 当作入股底筋 开设了一个地下赌场 太义把身家姓名压在了上面 眼见就要大赚一笔了 没想到一伙劫匪冲进了赌场 老板见识不妙当即撤离 太义以一己之力奋力抵抗 却根本无法阻止劫匪们把钱抢走 扑到一名劫匪扯下头套 才发现是老板的手下 明白了是老板涉局 骗走了她的钱 然后就被打晕在地 也因为此事耽误了与婷婷约好的签约时间 钱没了 门店自然也是租不成了 她以满身的伤痕 更让婷婷生气 以为她又去讨债和人打架了 她也不解释 还口是心扉的说了很多伤人的话 逼走了婷婷 一会儿混混看到婷婷打了太义一个嘴巴离开 口无遮拦地议论起了婷婷 本就无处发现的太义立刻和他们打了起来 最终因为出手过重 锒铛入狱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但只服了两年便出狱了 因为她的病情已经非常恶化 剩下的时间至多也就三个月 回到哥哥家 太义告诉他们 自己是因为表现良好被减刑了 哥哥自然是不信 一番讽刺 还不再争论出个结果 却发现父亲失踪了 一家人赶紧跑到警局报案 等待时间继续谈论太义的事 哥哥竟然联想到了越狱 听到他们谈话内容的警察 立刻要求查看太义证件 结果自然是没有问题 与此同时 父亲也被警察带回了警局 回家的路上 太义才知道 父亲患了轻度老年痴呆 偶尔会犯病 但却从没有忘记开公车的路线 随后太义也带着礼物 找到了婷婷 自然是没能得到原谅 她也没有解释什么 回到家中洗漱 突然口吐鲜血 显然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事已至此 就还剩下一件事要办了 太义打听到了老板的下落 他拿着搞来的钱 开了一家冷冻厂 太义并不眼红 他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钱 老板当然不愿意掏钱 恶人自有恶人魔 太义砸了他的办公室 并把当年扮作劫匪的小弟 打了个够呛 硬生生拔掉了他的牙 老板现在的地位 当然也没惯着 把太义扔进冷库 动了个半死 老板想让太义死心 太义也不再隐瞒 谁言自己快要死了 一个无欲无求的将死之人 无法想象 他能做出什么事来 老板怂了 太义拿着老板还的钱 等到了婷婷 想把钱交到她手里 婷婷自然不会接受 一番撕扯 太义把婷婷搂进了怀里 婷婷也慢慢安静了下来 回到家 看着父亲正在折纸箱 太义愤怒不已 她都老年痴呆了 你还让她干活赚钱 随即和哥哥撕打了起来 最终还是父亲出门 阻止了哥儿俩 太义也才知道 多做手工有助于提高注意力 哥哥好不容易 才找到这个手工兼职 父亲的病情 也因此才有所好转 夜里 太义跑到了父亲的房间 哥俩聊了很久 太义给父亲按摩着双腿 看着睡着的老人 眼泪缓缓滑落 婷婷父亲近日这天 太义前来祭拜 随后告诉婷婷 自己要离开了 别恨自己 不值得 离开之际 却看到自己当年画的疯狂画像 被婷婷表进了相框 这个女人口口声声说恨自己 但其实一直都没有忘记过自己 咬咬牙 太义还是选择了离开 不久后 太义远远的站在窗外 看着婷婷与人相亲 这个人还不错 看见婷婷以后有人照顾她 太义笑了 终于能彻底放开了 转身走到街角 却犯病倒在了地上 把她送到医院的人是婷婷 而这一切的真相 婷婷也都知道了 看着面前深爱的女人 太义终于无法忍住 心中的情绪痛哭出声 在婷婷的鼓励下 太义开始接受治疗 过程很痛苦 但太义依然抢烟欢笑 婷婷也学着她曾经的做法 把她带到阳台给她讲故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太义的身体每况愈下 治疗没起到什么作用 她已经陷入昏迷 婷婷哭泣着扶在她耳边告诉她 我爱你 太义没有睁开眼睛 却放了个屁 只有婷婷自己知道 这是她在回应自己的爱意 葬礼结束 太义的父亲找到了婷婷 儿子曾向自己提起过婷婷 哭着告诉她 婷婷没有父亲了 那就由你来做她的父亲吧 老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很单调 只是在每个夜晚 开着公车 等在她下班的地方 坐在车里 婷婷总是忍不住想起太义 没人知道她该如何走出去 人们总是说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但关于爱情的回忆 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世界从不缺美好的故事 这只是一部普通人的爱情 没有轰轰烈烈 没有帅气霸道总裁和灰姑娘 只是一个有些笨拙的中年汉子 在遇到爱情后投入的真心 以及一个不因疾病 而选择抛弃的平凡女人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